的确端午节的脚步逼近了 台中市议员郑公敬与后车头发展协会 是在东区的服务处举办端午纵飘香活动 准备了近600颗的肉粽 给后车站周边的低收入户与街友 让他们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 也能欢度佳节 施议员郑公敬将肉粽交给民众 祝福他们端午节快乐 这是他与后车头发展协会 在东区服务处举办端午纵飘香活动 来来来 大哥 不好意思 你还要水吗 后车头三里的低收入户 和收入我们的街友 可以让我们众医生给他们过一个端午节 本的服务处交给我们后车头 每一个都有五粒 给他们准备五粒的肉粽 端午纵飘香活动迈入第九年 市议员郑公敬结合民间资源 在东区服务处发放近600颗粽子 分送给后车站周边低收入户与街友 每户医人口发放三到五颗 约150份 让弱势民众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 也能与大家一起欢度端午佳节 受到应景粽子 大家脸上笑得好开心 感恩 感恩机关 有部分民众不方便到现场领取 郑公敬也逐户轻松 希望透过这样的关怀活动 强化社会安全网 照顾社会中的弱势族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